Baby, you light up my world like nobody else But when you smile at the ground, it ain't hard to tell You don't know, oh, oh That's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施瓦辛格是大名鼎鼎的终结者 从铁血无情的大反派到欧打美女的大英雄 这哥们儿几十年如一日 在终结者系列里一遍又一遍被打成筛子 又一遍又一遍的站起来 着实可歌可泣 而在现实生活中 他也上演了一出终结者的好戏 只是那一次他终结的是垃圾食品 2008年时任加州州长的他签署法令 将反噬脂肪逐渐从加州的餐桌上清除 这个新闻在中国还一度有点小火 恐怕很多人都难以理解 为啥一个州长会跟垃圾食品较劲 不了解情况的 以为施瓦辛格健美入魔了 想让全加州的人都跟着他一起练肌肉 其实这就是文化差异 如果你到美国看看 也许就明白垃圾食品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了 两磅牛肉 四层奶酪 12片熏肉 热量指数 8000卡路里 这样的东西除了用垃圾食品来形容 你还有更贴切的词吗 然而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拉斯维加斯的一家主题餐厅 这样的食物却被封为镇店之宝 而这个汉堡的名称也十分贴切 那就是心脏搭桥 当你看到手中的菜单叫药方 进门就换上病号服 服务员一水的护士制服 结账出门 他们还会用轮椅把你推出去 你千万别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这里就是餐厅 不是医院 它的名字叫做心脏病烧烤 这家餐厅最大的特色有两个 一 所有的菜品对全人类而言都不怎么健康 二 所有的服务对男人来说都极具诱惑力 老板约翰巴索 在2005年开始经营这家餐厅 从一开始他就明确的告诉客人 这里的饮食不健康 甚至还打出了惊人的广告语 Taste to die info 执意过来就是吃死也值了 套用现在的流行语 那就是no做 no die啊 当然这个老板也非常聪明 他知道光靠美味的垃圾食品是不够的 于是他找来了一群疯乳肥臀 金发碧眼的妹子 用大尺度的着装和服务 提供餐饮附加值 事实证明 喜欢作死的人绝不是少数 而喜欢妹子的人 还是一如既往的多 这些大胖子们 一边欣赏着性感到喷血的服务生 一边大口的吃着心脏搭桥汉堡 餐厅规定 如果你的体重超过350磅 约合159公斤 你甚至可以免单 因此无数胖界精英 纷纷来此作死 反正只要到了350磅 这辈子的伙食可就不用愁了 还能有一对穿着白丝袜超短裙的性感护士 为您免费服务 哎 胖子们的逆袭不是梦啊 开业至今 心脏病烧烤的生意一直不错 然而悲剧也持有发生 2012年的4月 就有一位女客人在暴饮暴食之际一头晕倒 直接送进了医院 虽说没有法律能够判定 客人的疾病与餐厅不健康的饮食 又直接联系 但来自外界的争议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许多人都指责巴索的做法 认为它在传播不健康的生活理念 让许多人陷入了健康的麻烦中 仔细想想 在这儿吃饭的确风险很高啊 万一餐厚一粮体重 问了个去 349磅 是不是考虑再来个汉堡啊 殊不知 这很有可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吃完之后 眼一闭 我整 这辈子就过去了 尽管麻烦多多 但巴索说在餐厅开业的第一天 他就贴出了警示 告诫大家 这里的饮食很不健康 客人也知道这里的一个汉堡 就有接近1000卡路里的热量 但即便如此 客人们还是坚定的回答 我要吃 因此 巴索也没什么好拒绝的 既然不做就不会死 那咱就可劲的做呗 只要有人没把健康饮食当回事 那心脏病烧烤就有他的视察 在此 你是不是也明白了施瓦辛格的良苦用心呢 看来不把垃圾食品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美国人民很有可能被反噬脂肪灭团啊 当然了 如果看到这儿 你还是觉得吃死比活着更有趣 那我也不拦着你 有兴趣的朋友 请认准亚利桑那州这块招牌 Herd Tigreal 至于Taste Tours 待阴妇值不值 你自己看着办吧